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喝点吧 什么东西啊 安神助眠的 我在网上给你找的方子 这里面有 百合 红枣 酸枣仁 还有福灵 看什么 手术方案准备怎么样了 我和于热成还在碰手术方案 接下来我会带他 去模拟一下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那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我记得呀 要有欲望 勇往之前 记得你还 小飞 人嘛 需要接受失败 接受平反 接受现实 甚至接受成为自己最不喜欢的那个人 我真不理解 到底为什么呀 你不理解的事还多是吧 这样吧 我这么问你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重新跳舞 你能毫不犹豫地放弃演戏 放弃任思琪给你长达十年的合约吗 那里有多少荣誉 多少光鲜亮丽 多少名牌的首饰 包包 珠宝还有衣服 你能养活多少件幸运娱乐 让那些咖啡们都有工作 你能说放弃就放弃了 好 就算你有勇气放弃一切 你真的甘心做一个平反普通的人吗 每天朝九晚五 早晚高峰几地天 这些你能做得到吗 离开了这么久 还能回去吗 梦想啊 很有可能 在没有实现的时候 才最美好的 好 喂 咖啡 你帮我准备那双红色的高跟鞋 我要配我米色的连衣裙 那当然了 事业是一辈子的追求 是梦想 对吧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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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哈喽 大家好 娱乐星对话 明星林剧底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 明星嘉宾 他是谁呢 没错 就是人见人爱的秦斐 来 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秦斐 嗯 欢迎秦斐啊 怎么了 你在干嘛呢 工作呢 陪我看看这个呗 来 那据我所知 在上一部戏当中是 扮演了一个医学生的角色 是 那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能够演好这个角色 是要多亏我一位好友 他之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 但因为一些原因 导致他不能够再上手术台了 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一直都在努力 为了重新回到手术台上 我想 这就是梦想吧 虽然梦想这个词很遥远 但是 它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 哇 我说得真好 我觉得我也非常羡慕我情匪啊 我觉得我也非常羡慕我情匪啊 但是我欢迎你小飞 以后 中坤就是你的家了 你可以在这里实现你的梦想 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 说实话 我当年离开舞团 也没有感觉 看到他们今天解散这么难受 我不能跳舞了 但是 我一直觉得 我把我最安全 最宝贵的梦想 留在了中坤 我希望他越来越好 我也希望那些小的舞蹈演员们 可以递我实现我未完成的梦想 一旦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 五年内公司股东勤匪 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股权转让 我们今天的流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 谢谢 什么样啊 咱再看看下一个 这个 甲方星逸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聘请乙方艺人勤匪 作为甲方所属品牌的形象代言人 根据本合同所制作的宣传制品 包括但不限于影视及平面广告 甲方享有的使用期限为五年 你经济约签三年 肖线收线签五年啊 阿贼 如果 与陈兴控股集团对赌失败 股东勤匪 应按照出资额的五倍 偿还陈兴控股集团 必轮融资自尽 小飞啊 我知道你不太在乎合同 但没想到你这么不在乎 你是一点都不看的 都怪你个人死气 有用吗